哈喽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星期二晚上的系统神学的分享会 今天的这个题目是上帝是不是无所不在的呢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吗 其实今天我们要谈的不只是无所不在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上帝的无限 上帝是无限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背景这个图啊 是一个infinity 无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符号 一个标记 那上帝是无限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上帝是超越我们的想象的吗 上帝是怎样子的呢 代表说他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会透过两堂来谈论这个上帝的无限 下一堂我们会从时间的角度 今天我们会从四个角度来谈 那当我们看到一些很壮观 很宏伟的东西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被他所着迷 我们就会 就是不得不谦卑下我们自己 好像说当我们看到很 好像看到很高耸入云的这样子的山峰的时候 好像你去爬喜马拉雅山 哇 走到上面的时候 你看到哇 哇这个山这么的美 或者你在远远的你看到这个富士山 哇 你看到这个山如此的浩大 你就不得不谦卑下来 觉得哇 原来我这么小 或者说你看到那种尼加拉瓜大瀑布 当然这个不是啦 但是就你看到瀑布的时候 或者你看到峡谷的时候 你看到海洋的时候 你看到天上的这样子的宇宙宇宙的时候 就不得不提醒我们 原来我们人类不过是这么的渺小 那有一些人是觉得哇 这些这个是景色很美 但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到他会 尤其是基督徒 我们就会发现 哦 原来上帝的创造是如此的浩大 造物主是如此的伟大 我们是多么的渺小 那大卫当他去仰望星空 他看到天上的这个月亮 还有星星 这些上帝的创造物的时候呢 他就喊出来 他喊什么 他说人算什么 你既顾念他 人算什么 你既看顾他 上帝居然去看 在整个宇宙当中 还相对就是 还没有一颗尘土大的这样子的人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做呢 上帝的荣耀圣经桌是在诸天之上 也意味着 他比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知道的任何的东西都要大 那对上帝的一个很经典的神学描述 就是传统上怎样子描述上帝 通常都是讲 上帝不是 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的存在 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比他更大 如果那一个东西比他更大 有一个东西比这个上帝更大 那这个上帝就不是上帝 更大的那一个才是上帝 OK 上帝本身给他的这个定义就是 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 在西伯来书六章十三节的时候 当初这个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因为他说 西伯来书这里写 他说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 可以指责启示的 就指责自己启示 就上帝要指责他自己启示 好像人启示的时候 会举着天启示 或者他们会举着祭堂启示 因为这个是比人还要大 那上帝的话 他没有比他更大东西的 他没有能够指责的东西向他启示 没有更大的 所以他就指责自己启示 16节 西伯来书六章16节 他说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 并且以启示为实据 来了结各样的争论 然而呢 当上帝通过庄严的誓言 来确认他的诺言的时候 他的承诺的时候 那这一个是一种仁慈的 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这样子 屈尊这样子的行为 这样他的子民来保证 他的目的是不变的 所以他必须要靠 他必须要指着自己启示 没有比他更大的存在了 那上帝的至高无上的 这种的宏伟 这种的浩大呢 是源于 他是那个唯一的创造者 因为他是那个创造者 所以他是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 他是那个至高无上的 那个最大那一个 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断然不如他 他所创造的这些创造物 一定是不如那个创造者的 他们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所以就算是天使也是一样 在西伯来书一章十四节里面 就谈到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人吗 奋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 跟上帝相比 天使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很大的了 已经是很了不起 如果看到天使 但是天使跟神相比的话 他只不过是一个服役的灵 被差遣来服役的灵 那今天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谈论到上帝的无限性 第一个呢 就是上帝的不可理解性 就是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性 这个我们是从对上帝的 应该这样说 神在我们的人的这种理解方面的无限性 我们要谈无限性嘛 我们从四个角度来谈 第一个 在人的理解的方面 他是在理解层面的无限性 这个是上帝的不可理解性 然后我们也会在存在的方面来谈论这个无限性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会从人的幸福的方面来谈这个无限性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空间方面来谈这个无限性 那空间方面就回到今天我们这个题目 放在这个分面的这个问题 上帝是不是无所不在的 上帝真的是无所不在的吗 如果上帝真的是无所不在的话 那他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存在呢 有二个地方上帝也存在吗 那这些是我们会回答的问题 那在下一章当中呢 就是下个星期 我们还是会谈到上帝的无限性 但是我们会花一整章的时间来讨论 关于上帝在时间方面的无限性 那这个是下个礼拜要跟大家谈的问题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无限性 上帝的无限性所指的是什么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叫做 我从这个马克琼斯的这本书里面 他就有提到这一点 他是怎样子去定义这个无限性的呢 那我使用这个马克琼斯这本书 应该是神的属性 我忘记那个名字是什么 但是我之后我会放在这个描述栏 你可以去看 它是一本专门讨论神论的这样子的一本书 那他是认为神的无限性 是一种超越的属性 意思就是说 他可以用来描述其他一切的属性 这个无限呢 就意味着神的各种属性是没有限制的 没有限制 不能够被局限在一个地方 或者局限在理解里面 或者局限在时间里面 或者局限在各种各样的物质里面 不能够 他是超越这一切的 这个从马克琼斯这本书里面所得出来这样定义 那周壁克牧师这边是怎样子谈的呢 那首先他讲到 人们用无限这个词来描述上帝的何等伟大 人们常常使用无限这个词来描述上帝 上帝是无限的 用无限这个词来描述上帝是为了显出上帝的那个伟大 上帝让我们的思考至少能够通过否定来想象他的无限性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我们是有限的 但是他这位神他不是有限的 他是无限的 在历代之下六章十八节 圣经里面就讲着 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 看哪天和天上天 尚且不足你居住的 何况我所见的这殿呢 当我们考虑到上帝是多么伟大的时候 这个比较就会失败 在以赛亚书40章18节 也是谈到你们究竟将谁比神 用什么形象跟神来比较呢 我们发现人类所有的国家对上帝来讲 只不过是水桶里面的一滴水 或者一个尘埃 一颗灰尘 在他看来比什么都要小 上帝创造了天空当中数以万计的星星 每一个天体的光都得到上帝亲自的护理 上帝也从来不疲倦 他有的智慧 他有的知识是无限的 这样子的一位神 这个是那些盼望这位神的人的安慰 上帝的无限是对神有盼望的 盼望神的人的安慰 因为这样子一位无限的神 他能够在人软弱当中给他力量 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上来讲的话 无限这个词的意思 它其实就是讲没有限制的状态 没有限制 无限它可能是指一个无法通过加法 就不能够一加一等于二 用这样加的方式来达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或者指一个没有终点的一个系列 那这个词本身在英文圣经当中 它指在诗篇147篇第五节当中用于上帝 也就是说他说上帝的理解力是无限的 字面意思就是讲没有数目 没有数目 他从数量的这样子的角度来看 没有数目 没有数量 那这句话可以用来夸张的形容大量的人 或者地球上的事物 但是即使在那里 他也传达了超出普通人计算能力的东西 在诗篇145篇第三节 对上帝的这种宏伟伟大无限 也有类似的想法 这一节经文他讲 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赞美 其大无法测度 上帝是何等的大 大到费得赞美 大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测度他 那对上帝来说 无限并不是指他身上的一个数学的数量 不是这样子 好像讲空间 比如讲一米特两米特 那上帝可能就是一百米特 不是这样子 或者讲我们现在有的就一个房子 那上帝就存在在一百一千个房子 就越大的地方 好像我们现在就在地球 那上帝可能是整个 这个叫什么银河系 不是这样子 无限不是用一个数量来衡量的 他指的是他在质量上超越 所有可以想象的事物 我们所说的无限并不是指这个上帝 他是完全不可以描述的 或者说他是不能够用言语 用什么方式来认识的 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上帝 他已经启示了自己 虽然他是无限的 但是他启示了他自己 他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能够认识他 并且总是按照他自己的本性来行事 那相反正如Francis Turretin他所说的 他讲上帝的这个无限性 意味着他包含每一种完美的程度 没有任何的限制 还有一个神学家他就说 神圣的无限性是本质的无底深邃 就是他本质的无底 以及所有种类和程度的完美的完全融合 他是没有约束也没有限制的 上帝的无限性涉及到他的所有的属性 还有一位神学家他说 他有一切美好的东西在他里面 充满了完美 超过了所有的程度 超过了所有可以想象的程度 那这个是上帝的无限性 所以如果我们从外在的角度来看的话 上帝的无限性是说 他不受任何还有所有被造秩序的 这样子的限制 他超越这一切 那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反对说 他反对说什么呢 他说上帝的无限的这种教义 其实只不过就是希腊哲学思想 他侵入基督教的一个例子 早就被这个希腊思想所影响了 早就已经被希腊的哲学所影响了 所以你的基督教只不过是从别的宗教那边 从别的思想那边偷了别人的东西来用 那我们是怎样回应呢 我们注意到希腊哲学 希腊的思想 他常常主张的所谓的神性 他是用有限的神性来看的 比如讲柏拉图 他假设这个世界是由一个创造者 一个创造者形成的 那这一个创造者呢 他受到永恒形式的秩序 还有永恒物质的无限 就是永恒物质的无序的限制 就是这一个创造者 他是受到限制的 他所塑造出来这一个世界 他塑造了这个世界 但是他没有创造这个世界 那这个是柏拉图 他对这个世界的由来的假设 另外当正统神学家写到 这一位无限的神的时候 他们认为我们不能够把 亚里士多德反对实际无限存在的论点 应用在上帝上面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 这个其实上帝的无限的这种交易 是希腊哲学进入基督教的例子 不是 因为根本都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不谈 这个哲学上的考虑的话 我们发现为什么 罪人会不喜欢谈上帝的无限性呢 为什么他不要去谈上帝的无限性呢 因为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 就是上帝的无限性会使人不得不降卑 不得不谦卑自己 Thomas Watson 清教徒他就说 就好像星星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就消失了一样 当无限的这个威严散现的时候 人就不得不锁成一团 这样子啊 就是自从人类堕落以来 人们就用有限的生命来交换上帝的无限的荣耀 他们把神性赋予了这些有限的生命 所以我们去拜偶像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把当受 就是当给于上帝的敬拜 给了这些被造的物 被造没有生命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得罪上帝的地方 这样的神 他可能就是他们所拜的这样的神 是不值得去拜的 好像犯神论还有妄有在神论 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没有位格的上帝 却有跟大家谈到这两种人 那他是怎样子呢 他只在有限的神性的化身当中 表现出这个神 他所有的神是没有位格性的 有一些人他试图用有限的神 来重新表述圣经当中的宗教 比如讲开放神论 但是圣经显示真正的神 他是无限的 而且他是有一个关系性 他是能够跟人类建立起爱的关系的 而且他又高过我们所能够知道 或者说想到的一切 那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呢 我们继续去思想上帝的无限性 在某些方面之前 我们要继续来谈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要来指出一点 就是三位一体 这位上帝的无限性 对福音是至关重要的 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对我们来讲 这个救赎的好消息 就是什么 救赎的好消息 就是上帝的儿子呢 他为我们舍了 这个舍了他自己 要把我们从一切罪恶当中救出来 那我们的罪呢 我们冒犯了这位上帝的至高的威严 耶稣基督把他比作是债务 这个债务呢 需要我们一生来偿还 需要我们 其实换句话说 我们根本不可能能够偿还这样的债务 因为我们冒犯的是上帝的尊严 谁能够为我们来满足或者偿还这样的债务呢 这个用生命把我们从一切罪恶当中救出来的人 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荣耀的救主 我们伟大的神 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 这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 他不亚于无限的神 虽然死亡只能够对他的人性产生影响 但是这位道成肉身的主的无限的价值 给他的赎罪工作赋予了一个无限的价值 因此我们可以放心 就是他的血救赎了各国无数的人 甚至是保罗这样子的罪魁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有这样子一位无限的救赎主 去赞美 去送赞上帝 那在 所以我也是在引用了 就是在这个节 在最后的部分呢 我也会去引用这个马克琼斯的这本书 来谈论到这个基督的价值 因为在其他的书里面会比较少来谈 所以我会从那一本书那边所抽出来 来谈论到这一点 那我们要继续来到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个无限的框架 我们有讲我们会谈四点嘛 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来解释了什么是上帝的无限性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这四点 分别从理解 还有从什么 从理解 从存在幸福 还有空间方面来跟大家来谈 所以首先我要跟大家来谈 理解方面的无限性 Incomprehensibility 那我们再一次需要回到这一节经文 就是诗篇145篇第三节 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赞美 其他无法测度 这个没有办法理解的神的无限性 神值得赞美的程度 他远远的超过了我们所能够想到 或者我们能够想象的一切 他荣耀的名是超过了一切的祝福 超过了一切的赞美的 因此当我们去赞美他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话语 延伸到其有限的意义当中 我们就好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子 他尝试要去摸这个天空 他尝试要用他的手去摸这个天空 他看到上面有天空 但是他不可能能够摸到这个天空的 但是他还是做对一件事情 就是他是把手是往天的方向上面去 去摸他 他的方向是对的 他不是往地的方向去摸天空 因为天空是在上面的 所以虽然他碰不到这个天空 但是他所指的方向是对的 他知道天空是在上面 上帝的不可理解性呢 是指他对我们的理解力而言是无限的 OK 上帝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不能够理解 因为我们的理解力是有限 相对于我们的理解力来讲 上帝他自己是无限的 我们对上帝的了解并不等同于 他对他自己的了解 而是那些按照上帝的形象 创造出来的这个有限的知识 William Ams他说 上帝就像他自己一样 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无法理解 当这个真理进入到我们的内心的时候 他激发了我们对他的赞美 约翰·加尔文他怎样子说呢 他说只有当我们对上帝 他的无限这样子的巨大的力量 充满了狂喜的敬佩的时候 就我们真的敬佩上帝这样子的无限的时候 我们才会正确的真正的去赞美这位神 有时候圣经他用空间这样子的人的话语 来表达上帝无法理解 上帝不可理解这样子的伟大 好像在《月博记》里面 11章第7到第9节 他就有讲到这样子的话 他说 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 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 他的智慧高于天 你还能做什么 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 其量比地长比海宽 像这一节经文 他就要表达就是 我们怎么能够去了解这位神呢 我们怎么以为我们能够完全测透这位神呢 他的智慧那么的高 那么的狂 我们怎么能够完全理解他呢 像保罗他也祈求基督徒 知道什么 知道上帝的爱是何等的残阔高深 上帝的爱是残阔高深的爱 他甚至承认神在基督里面的分胜 是超过我们所知所能够理解的 保罗宣称基督的分胜是不可测度 这个不可测度的意思就是讲 没有办法追踪 没有办法跟踪 无限的浩大的 因为当我们去研究上帝 就是神论的时候 研究上关于上帝的教义的时候 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前面在谈上帝的不可测透性的时候 我们也谈到了 我们不能够完全的 详尽的认识这位神 我们能够知道他 我们能够认识他像我们启示的部分 但是我们不可能能够100%认识他 亚文他说人类的思想怎么能够按照自己的小小的尺度 来衡量上帝这个无量的本质呢 我们怎么能够呢 我们可以描述上帝 但是我们不能够给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就好像亚塔纳修他所说的 圣经用人类的术语来表示一个高于人类的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能够以适合上帝无限存在的方式 将这些想法来应用于他 有一个中世纪的传说呢 他就这样子讲 奥古斯丁有一天呢 他在这个海滩上面散步 他在西边散步 一边在思想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 他就遇到一个小男孩 这小男孩呢 他就拿一个小小的贝壳 他用这个贝壳呢从海里面去捞水 这个奥古斯丁他就很奇怪 就问这个小男孩 小男孩小男孩你到底在干嘛呀 那这个小男孩呢 他就说哦 我现在是在清空大海 也就是说我现在要把这个海里面的水 全部来倒出来 全部把它拿出来 奥古斯丁他就想到了 想明白了 他就讲一个贝壳都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海的水捞干 就好像我们以一个有限这么小的人的理性 人的头脑 想要去理解像海一样大的上帝的无限性 是多么不可能的 我们能够知道一些 但是我们不可能能够完全的认识这样子的一个无限的神 上帝的不可理解性呢 他教导我们要将我们的思想完全服从于上帝的话语 以便我们可以知道关于他的真理 只有上帝的灵才能够探究上帝的深奥之处 而上帝已经用圣灵启示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了他们 而既然我们要讨论要谈论上帝的事情 我们就假定上帝他自己哦 他需要自己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 如果上帝自己对自己都没有充分了解的话 那我们不可能还能够再去了解他嘛 因为其实换句话说 他自己也就一定不是上帝了了 因为我们怎么能够理解这位无限的上帝呢 就是要透过他向我们自我介绍了 他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了 我们只能够通过他自己的话语来认识他 上帝自己就是证明他自己的最好的证人 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因为圣经的教导 或者基督教本身超越了我们的理解 就抛弃了他 因为圣经的教导 圣经本身就是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启示 上帝有这样子无限的深奥 或者无限的奥秘 不应该阻止我们去认识他 去研究他 因为这样子的奥秘 这样子的不可理解性 它是使我们研究神学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对这位神充满敬畏 好像Herman Bavin他就说 他说神秘是教义学的命脉 OK 神秘啊不是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是另外一回事 上帝呢 他不仅仅在他存在的秘密深处是不可理解的 而且呢在他的创造物这样子公开的荣耀当中 也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 不可理解的 为什么呢 以立法他讲上帝所行的大事是不可测度 奇妙的事情不可胜数 岳伯记里面才讲的 同样岳伯自己他也承认神所行的大事是不可测的 他的奇事也是不可胜数的 翻译为奇妙的事这个词呢 他的意思就是引起惊奇 惊异还有敬畏的事 神的作为是超自然的 是不可测度 深不可测 而且是神圣的 使敬虔的人感叹 哇 主啊 你的作为何其大 你的意念何其深 上帝他在建立基督国度方面的工作 使他的子民不得不去赞美他 因为我们自己不是那个坐在上帝的审判台那边的 不是我们坐在那个审判桌那边 我们是要学会坐在上帝的脚下 因为知道那一条真正的智慧道路的是上帝 不是我们 而我们要怎样子有这个智慧呢 是要开始于对上帝的敬畏 圣经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即使上帝好像离我们的很远 但是呢 我们仍然可以凭我们的信心来赞美他 因为他是那一位无限的神 然而呢 这个需要我们在不理解他的意志 不理解他 我不能够完全理解他的方式的时候 我们顺从他 我们既然我们在谈论的是上帝 那我们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 我们怎么能够期望我们能够完全理解他呢 如果我们还讲从前面讲到现在 因为上帝他是无法完全理解的 除非他向我们歧视他自己 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他了 那他就不是上帝 所以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讲 我们需要学会去荣耀这一位 不可完全理解的上帝 我们会惊讶于他的创造 我们会惊讶于他所创造的这个世上的这些创造物 但是这些只不过是外显而已 他的本质更是存在着奥秘 就好像Thomas Boston他所讲 上帝的无限存在 隐藏在如此明亮和璀璨的光辉中 必须永远让那些仕途探究他的人眼花缭乱 Watson他就建议说 他讲你学会欣赏这些你无法理解的地方 因为我们无法探究他无限的完美 就像一个人在最高的山顶上 他可以拿到一颗星星 然而从圣经真理的山顶呢 我们可以看到并且我们可以去荣耀 去敬拜这位神的荣耀 所以刚刚我们所谈的就是从理解方面 理解的层面 我们看到上帝的无限性 接下来呢 我们要从存在的方面来看这个无限性 那这一个小主题呢 叫做SAT 那他这个也可以翻译成 就是讲 比如讲上帝的自存性这样子 但是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防疫 但是我在这里我会直接用这样子 但是我大家会解释为什么这样不是很好 我们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来看上帝的荣耀 也就是我们会从上帝的自存 跟上帝的自主性 这个是下一个小主题所要谈的 自存跟自主 在西敏信仰告白二章第二节 他这里就有讲 上帝拥有一切生命 荣耀 良善 还有福分 是本乎他自身 出于他自身 唯独他本乎自己 并对自己而言 是完全自主的 不需要他所造的任何受造物 也不必他们得任何荣耀 却只在他们里面 借着他们 向着他们 并在他们身上彰显着他自己的荣耀 他是妄有唯一的根源 妄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而且归于他 上帝的自存 上帝的存在其实是绝对独立于所有其他事物的 那他是自有的 那这种属性呢 可以从这个Asset来看 Asset它是来自于拉丁文Asset 意思就是讲来自他自己 不是来自别的地方 是来自于他自己 所以我用自存 好像不是很好 但是 这个是我现在暂时有的最好的防疫了 那教文他说 没有什么比永恒和自我存在 也就是说自己的存在更具有上帝的特征了 三文一体的上帝 没有从外部获得任何生命 而是在他自己之外 是所有存在还有所有生命的来源 他是一切东西的来源 生命的来源 而他自己呢 他不需要从外界得到任何的生命 或者得到任何的来源 他不需要 因为他是自给自主的 他是自我存在 自存的 所以当我们去思想上帝的名字的时候 也就是一和华的含义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谈到了上帝的自存性 正如上帝所解释 这个名字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 I am who I am 我是 这个我是呢 这个以和华 就是他永恒独立存在的一个宣言 他就说 他是一个必要的存在 并且是自己存在的 独立于任何其他的自在的 这样子 就是说 I am who I am 在耶稣他也说 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存在之前 我是 那他也用这个 这个词 我们在讨论上帝的生命力的时候 也遇到了这个真理 就是我们的主不仅仅是活的 而且他有自己的生命 基督和圣灵都是生命 三位一体的人都分享 这位上帝的自存性 正如圣经所教导的 上帝是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他是alpha 他是omega 开始是结束 所有生物存在的来源 也是所有生物为之存在的来源 没有任何生物能够给他的创造者 任何增加任何的好处 我们给上帝的礼物 给上帝的贡品都是来自于他 John Frank还有说 圣经的敬拜跟许多异教的敬拜不同 不是为了要满足上帝的需要 在约伯纪22章2到3节就讲 人岂能使神有益呢 智慧人能但能有益于己 你为人公益 岂能叫全能者祈愿呢 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 我们的顺从不会增加上帝的荣耀 不会的 我们的犯罪也不会损减他的荣耀 使徒保罗他说 在这个罗马书11章35节 谁是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威廉·佩金斯他也说 他在自己里面是完完全全的 谈了从理解 从这个存在 接下来我们要从幸福的方面 或者满足的方面来谈一谈 上帝的无限性 上帝的自存跟上帝的自足 是息息相关的 根据比利时信条第一条呢 这种属性将上帝描述为 是众上满意的源头 伊克森学家说 上帝的充足是他神圣的充实 根据这一点 他在自己身上有足够的能力 来实现自己的所有的目的 这包括为所有依赖他的人提供事物 他是谁 他是那个活水的泉源 他在这 在这个叫什么 撒玛利亚这里 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 他是那一个活水 那些离开他的人居住在贫瘠 居住在死亡当中 那些信任他的人呢 却获得职任 但以色列心甘情愿的 去提供大量的金银还有这些贵重的材料 来去用来建上帝的殿的时候 大卫呢 他就发表了关于上帝的充足性的最美声明之一 大卫并没有为捐赠者 还有他们的礼物感到荣耀 他做的是什么 他做的就是去祈祷 就是向上帝祷告 历代字上29章10到12节 你看到他说 所以大卫在慧众面前 称颂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们的父 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永远远 11节说 耶和华尊大能力 荣耀 强盛 威严 都是你的 凡天上 陛下的 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妄有之首 历代字上29章12节 他说 丰富 尊荣都从你而来 你自理万物 在你手里 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 强 都出于你 大卫他的祷告 是一个很美丽的宣言 即使上帝 在他自己身上 拥有所有的良善 而且是最高 最高程度的善 马太和利 他评论说 他是一切 光明和祝福的 源泉和中心 上帝是伟大的 他的伟大 巨大的力量 不可理解 与他相比 其他的一切 都不过很渺小 只不过 什么都不是 而上帝呢 而上帝有的力量 是全能 是不可抗拒的 这力量属于他 而且所有生物的 这个力量 都来自于他 取决于他 正如历代字 第29章里面 所示的 就是上帝 他自己 他的主宰地位 是他充足的一方面 这位造物主呢 在他跟受造物的 所有关系当中 他是那位赐予者 他是那位 给予者 供应者 雅各 他就写到 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权备的散事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纵观之父 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额 这个在救赎的 这个属灵的领域 还有物质世界当中 都是这样 无论我们是需要 重生 还是说需要 在信仰的考验当中 有忍耐 有智慧 上帝 他是一切 美好事物的源泉 因此 所有的荣耀 都归于他 上帝 自由的选择 与有限 有罪的人 生活在 盟约的关系当中 因此 上帝的充足 并没有否定 他对我们的爱 而是放大了 这种的爱 虽然上帝 是自存的 他是自主的 上帝的爱 没有影响到 他自由选择 跟我们这些 有限的人 有这样子的关系 上帝的爱 没有我们 他也能够实现 为什么呢 因为父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 他在非创造的 关系当中 在永恒当中 他就已经彼此相爱了 不需要有一个 外来的东西 他才能够爱 然而呢 上帝利用 他的绝对自由 来服务有需要的人 来拯救这些罪人 他容忍我们 跟我们一起 走过我们的悲伤 在时间 在空间上面 与我们同行 这样子的 关于上帝的无限呢 我们要怎样子应用呢 我们可以怎样子应用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自存和自主 对我们来讲 有什么帮助呢 因为我们其实读神学 唯一的目的 就是要能够应用 如果我们读的神学 只不过是教义罢了 只不过是你听了之后 哎 头脑里面多知道一点东西罢了 那这样子读来是没有意思的 那我就喜欢这 啊 这些书 它是有提供一些应用的 从啊神学应用在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啊 就是有有有思想这些问题啦 那首先怎样子应用 对这些教义的理解呢 使我们有能力 以极大的喜悦 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所以在我们的环境黑暗 在沮丧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他 当我们在陷入啊 困境的时候 好像诗人这样子 还陷入到啊 各样的罪的时候 在诗篇73篇25到26节 这位诗人他就说 除你以外在天上 我还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 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肉体 我的心肠 哀肠 但 衰肠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如果一切都产生了问题 都出了问题 除了苦难跟死亡 我们在地上 没有任何的道路了 我们要嘛就是苦难 要嘛就是死亡 作为基督徒 我们仍然可以在主里面欢呼 在上帝我们的救赎主里面 得到力量 布雷克 那个叫什么 理所当然的侍奉的这位作者 他就说 上帝 以他所有的充足 可以充满和饱和灵魂 使他不需要别的 只需要以上帝为他的一部分 第二 主是我们在侍奉上的充足 那你在圣经里面有一次 耶稣基督他就带着他的门徒 来到一个很荒凉的地方休息 那之前他们的服饰已经非常的疲惫了 而且呢 还有这个斯体约翰被西律王杀害的 这样子的坏新闻 然而呢 还是有很多人跟随他们 但是他们的钱都不够去买所有这些人的食物 那怎么办呢 讲完道了 没有饭吃怎么办 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就拿着五个饼 两条鱼 超自然的使他们翻倍 而且为保了成千上万的人 而且还剩下大量的这些食物 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 上帝他自己愿意用他 上帝愿意用自己充满他的受造物 用他的 就是来满足 用他的剩余来满足人的需要 用他的伟大来扩大他们的渺小 把平凡的生活变成丰富的生活 那在侍奉当中 我们的充足是出于上帝的 他能够使一切的恩典向你们丰富 叫你们凡事充足多做善事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子讲 在哥林多后书三章里面讲 当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庆幸的说 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因为我的力量是在这个 因为我们的力量是在软弱上显得完全 因为我们在软弱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上帝的恩典 他是怎样子行在我们身上 第三点怎样子应用呢 从自主跟自存性 上帝的恩充足呢 他可以让基督徒怎样 可以让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信徒 他充满了希望 因为他们可以期待未来的那一位果王 就是有这样子 未来与果王的这样子的继承权 果王的财富是 果王的财富是无法想象的 上帝已经注定他的选民 要享受基督里面的丰富 耶稣基督他虽然富有 但是他却变得贫穷 以便我们能够因为他的贫穷 而得到富足 享受基督那不可测的丰富 上帝他拯救了我们 现在又通过他荣耀的恩典的丰富 来加强我们 虽然我们承受着恶人的责备 我们忍受着战时的贫穷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很富有了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在他里面拥有一切 在未来的时代 上帝将会在基督里面展示 他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 然后神将会对基督 还有他教会成为一切 基督徒越是相信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他就越是充满喜乐 充满平安 充满盼望 我们可以拥有上帝 而拥有上帝 对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好 下一点我们就要谈到 这个空间方面的无限性 空间方面的无限性呢 我们会发现 如果上帝离我们很远 或者说上帝只是在某一些地方 能够接触到 那么这个上帝的充足性 对我们来说好像就没有什么安慰 然而正如我们在思想上帝的名字时候那样 说I am who I am 耶和华这样子的一位神 他也应许了他必然与我们同在 而摩西就紧紧抓住这个词 因为如果上帝不跟他同在的话 就不想要去任何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要来谈上帝的同在 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 马克琼斯这本书里面 当谈到上帝的无限的时候 他也是会以这三个角度 他是从中flavor 他影响中flavor 然后他将从这三个角度 你可以来思想上的同在 第一个就是从本质上的 也就是说他的全部存在 没有空间限制的这个同在 上帝的同在 本质上的同在 然后第二个是在盟约上的同在 也就是他的特别的同在 他在审判在救赎当中的自我启示的 这样子的特别的同在 还有第三个就是道成肉身 上帝在第二个位格 上帝的独生子当中 与人性有这样子的结合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他是那个以满泪利 也就是那个与我们同在的神 那在这里呢 今天我们要将注意力 集中在这三点上面 第一个就是上帝在某一些地方的特别的灵在 第二个就是他在所有地方的超越性的 这种基本的存在 以及第三个 他在所有地方的存在 他的无所不在 所以我们会从这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个上帝特别的灵在 这个是指当上帝他通过审判 还有救赎来履行他的圣约的时候 他荣耀的特殊表现的形式 在圣经当中 他经常被称为是神的 面孔或者神的脸 以及神与我们同住的地方 即使是在这个执行 执行恩典的时候 上帝的特别的存在 也会让人感到恐惧 好像家文所讲的那样 其实好像天堂的 所谓天堂不是说你可以看到的天空 天堂是天使 还有已故圣徒灵魂的居所 是上帝的居所 是上帝在受造物当中 最重要的居住地 来展示出他的圣洁还有美丽 天堂在地上的对应物 就是上帝的殿 上帝的圣殿 他住在那个里面 他住在殿里 在福音 就是在福音当中 你会发现所谓的圣殿 已经不是一个物理的建筑物 他是上帝子民的神体 通过信徒跟基督的结合 我们跟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 有了交流 即使是现在 荣耀的主耶稣 在他的教会的金灯台之间行走 然后把每一个教会的灯台握在手里 通过基督院血分住的中介 这些信徒们可以在同一个灵里面来接触到上帝 贴助到天父 并且进入到圣所来获得联名 从神的宝座上找到帮助他们的恩典 上帝呢他通过圣灵的恩典存在 还有运作居住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这位被杀的羔羊呢 他将会成为我们的圣殿 因为上帝的荣耀之光是从基督身上放射出来 充满了这个新天新地的 所以我们在新天新地 上帝就会跟我们同住 那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任何的圣殿了 因为圣殿的存在 因为他的存在 耶稣自己的存在 将会通过他的荣耀来充满万物 然后显现出来 下一个上帝的无限 上帝的特别存在 他取决于 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 上帝的特别存在 上帝的特别的灵在 他取决于他在空间方面的无限性 因为他像任何地方的人 彰显了自己的能力 取决于他在所有地方的实际的存在 所以当我们讲上帝是无边无际的时候 我们是意识对着 他不能够被局限 被限制在任何一个地方 也不能够被任何的边界所限制 因为全地都充满了他的荣耀 当所罗门献上圣殿的时候 他承认上帝的特别存在是住在天上 而现在将住在地上的圣殿里面 然而所罗门也说 但是上帝真的要住在地上吗 天和天中的天都融不下你 更何况是我所建的这样子的房子呢 Steven Charnock他就说 无数的世界不能够成为 容纳上帝的充分场所 他只能成为容纳自己的充分场所 而且我们看到上帝他这样子的浩大 也意味了他是空间的主宰 他的无边界意味了他是空间的主宰 这个Vos霍制衡他就说 他被高举在所有空间的区别之上 但在空间的每一点上都存在着 他所有的存在 因此他是空间的这个因 亚太达就说上帝是自在的 他包围着所有的东西 而没有被任何东西包围 作为这个自在的这个神 上帝是我们应该这样子 我直接引用这个奥古斯丁所讲的话 奥古斯丁他说 在上帝创造天地之前 在他创造圣人之前 他住在哪里呢 上帝他是住在他自己里面 最后一个我们要谈到上帝的无所不在 上帝的无所不在是什么呢 上帝他完全存在于受造物的每一个地方 大卫他说 我若升天你也在那里 我若在地狱那你也在那里 大卫用最相反的方式 天堂跟地狱来说明上帝的无所不在 尽管呢 一些神学家他以几乎同意的方式 同意词的方式来使用 那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 现在所讲的无所不在 还有刚刚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个 这什么 另外一个无限 那当然这两者是相关啊 上帝他是完全存在于受造物的每一个地方 如果上帝他从来没有创造宇宙的话 那我们可以讲说他就是最巨大的 换句话说这个空间是无限的 但是在创造了世界之后呢 他的巨大意味着他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部分 总的来说上帝的巨大还有无所不在呢 意味着上帝的全部都在每一个地方 他是完全而且彻底的居住在创造物当中 圣经当中无所不在的这样子的属性 有能够帮助我们来解释 圣经当中关于上帝的其他的陈述 但圣经说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 他是用泥人化的语言来描述了上帝的特殊的存在 还有活动 他并没有把上帝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运动归于他 但圣经说我们以前远离上帝 而现在在基督里面被带尽了 那其实他指的就是关系上的距离 而不是物理上的距离 正如巴文克所说 人们可能在物理上彼此接近 但是在属灵在精神方面 他没有接近 反而是距离更远 当我们读到地球或者圣殿 是上帝的脚蹬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误解这种迷人化的这样子的说法 以为上帝一部分在天上 一部分在地上 上帝的存在不像空气 因为气体在他所充满这样子的空间里面分布 有一些在一个地方 有一些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上帝不一样 上帝在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完整的上帝的存在 大卫说上帝在他的知识 能力 信实 还有对恶人的愤怒中 与他完全存同在 有一个神学家 他说上帝关注每一个人 关注他的问题 就好像没有其他存在一样完美 在耶利尼书当中呢 我们也是有谈到了 这个 以后话说 我是近处的神 不是永处的神 以后话说 有人能藏在隐秘处 使我不看见他吗 主说 我不是充满天地吗 常诺所指出 这些话不只是 而指上帝的知识或者能力的活动 而是指他的存在 也指上帝不是一个好像有尺寸 有限的这样子一个身体被限定在一个地方 也不是像一个天使那样子被确定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 而是他的存在是充满所有的地方 巴文卡就写到上帝与空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 作为无限的一位存在于他自己里面 上帝充满了空间的美点 并且以他的巨大来维持的空间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上帝不限于他在圣殿当中这样子的特殊存在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以为我们可以操控他 可以控制这个上帝了 上帝不是这样子 上帝在耶利尼书23章23到24节 他自己宣布了 他的无所不在 他用重复的短话来说 一话说来断定他的主宰地位 上帝揭示他的无所不在 是为了要提醒以色列人 他自己是那一个有主权的主 他通过救赎 通过审判来保持他的盟约 那样子的话 无边无际还有无所不在 就是上帝的主宰的属性 因为他们挑战了 在有限的神性下 避难的这样子的宗教虚伪性 那但是当然呢 当我们谈上帝的无所不在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 一定会遇到一些反对意见 那今天我就整理出来 三个这个反对的意见 第一个反对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讲上帝真的是无所不在 真的是无处不在 那你是不是讲说上帝就是一切 然后呢上帝的无所不在 不应该跟犯神论 还有这个忘有在神论的错误交易相混淆 那Charles Hawks他就讲一个事物在其本质 在其本身的性质上可能是无限的 但是不排除不同性质的事物存在的可能性 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在他里面生活行动 这个有我们的存在 这个反驳了这样的观点 就是上帝他在天上从远处看着我们 尽管他可能通过发出他的力量 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做一些事情 巴文克说 他的活动不是一种好像远程操控这样子 然而圣经并没有把上帝跟天地相体并论 而是说上帝是谁 上帝是创造宇宙还有其中一切的上帝 他是天地的主 他不是一切 他不是这个创造界 上帝跟这个创造界是有本质的区别 他是那一个赐给人类生命 还有呼吸还有一切的那一位 他不是生命还有呼吸还有一切的本身 人类不是上帝 但是各国都要服从上帝的主权统治 我们不应该认为神 就好像金子银子还有石头那样子 但是我们应该 违改拜偶像 通过对基督的信仰来荣耀神 神使他从死里复活 表明耶稣是所有人的主 所有人的审判官 第二点 有些人就会讲上帝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 不可能是无所不在的 比如讲他就不会在地狱里面 这个是很好笑的问题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将会审罚那些不认识上帝 或者拒绝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让他们远离主的面前 当然基督将在审判日对恶人说 离开我 离开我去吧 那作为回答呢 我们同意 上帝他将恶人排除在他的国度以外 恶人被拒绝在神的恩典以外 他们要永远坐在上帝愤怒的火当中 这个没有问题 约翰分伯格他就说 在圣经中神的存在往往意昧着审判的到来 每一个认同这个邪恶世界 而不跟随基督的人呢 将被火所折磨在羔羊面前 所以看到 在地狱不是没有基督的存在 不是没有神的存在 正是因为有神的存在 所以有这个地狱来审判这些悖逆上帝的人 第三个反对意见呢 第三个反对意见 上帝在某一些地方是不合适的 他们会这样认为 比如讲令人厌恶的 肮脏的地方 或者正在放下严重罪行的地方 然而呢 上帝作为无限的这样子的 这位神 祂是无所不在的 至于那些发生肮脏的 道德恶行的地方 上帝不会让这些罪恶的参与者出现 也不会因为观察这些罪行而受到诱惑 相反 祂要在祂的公义还有愤怒中出现 反对这些可证的行为 并且在祂的主权善意中去利用邪恶 来达到祂的爱的目的 所以我们已经针对这些反对的意见 提出了我们的这个回应 那最后的这本书呢 他同样是以应用来结尾 那虽然这本书在这一章还结尾了 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还没有结尾 因为我还会从这个马克琼斯的 这个神的属性这本书来增加 还有做一些比较 有一些是这本书里面谈的比较少的 就是毕克牧师的归正系统神学 他谈的比较少 但是在神的属性 这本书里面他就谈的比较多 那这个应用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管我们走到哪里 都要培养与神同行 对上帝同在的这样子的意识 那有这样子的意识 还就会促进我们生活中的这样子的境界 第一点 上帝的无所不在 是对罪恶的巨大警告 真言书15章3节就讲 耶和华的眼目在各处 他看恶的也看上的 可以说上帝是历史上每一个事件的目击者 他是那一个目击证人 他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负责 马斯瓦森他说 这对恶人来说是可悲的 因为上帝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无法逃避他 也无法逃离他 因为他无处不在 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 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 主说他们虽然装进地狱 我的手也要把他们带出来 他们就算爬到天上 也要把他们来带下来 但是人就很愚蠢的忽视了 他们不断居住在其面前的这位上帝 正如查诺他说的 人在上帝面前会放下他们在人面前会害怕 或者有此的事情 第二个怎么应用呢 上帝的无所不在 他应该让我们充满对上帝的敬畏 因为上帝他无所不在嘛 所以既然他无所不在 所以你不管吃 不管你喝 不管你怎样做些什么 不管你思想什么 你都会很小心 因为你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要让我们的行为 好像永远在他的眼前 在他眼皮子底下 带着所有的严肃 带着我们的认真 带着我们的敬畏 还有服从来到他的面前 第三 上帝的无所不在 鼓励信徒全心全意的依靠他 因为耶和华的眼目变满全地 要为那些向他完全的人 显示他的强壮 他靠近伤心的人 因此我们可以向主 来倾诉我们的心 不管我们在哪里 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就算邪恶围困着上帝的子民 我们也深信 主必与我们同在 不管多少的苦难 不管多少的破坏 多少的痛苦 他都使他们胜过一切 第四点 上帝与他的子民的同在 教导我们与他同行 他呼吁我们在道德上 要效法他 我们在上帝的无所不在当中 荣耀他 通过我们不断保持 与他的交流 还有团契 而且他也讲 这个神学者也讲 相信吧 无论你在哪里 上帝都与你同在 而且在你里面 就像你的灵魂在你里面 这个也应该要激发我们不断的祈祷 还有感恩 第五点 上帝的无所不在 提升了三位一体 上帝的恩典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 谈到三位一体 但是我们会不时不时 谈到教义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谈到一些 关于上帝的三位一体 父神住在天上 但是他也与他所有的孩子们 一起住在他们家 紧闭的门口 所以他在暗中 看见这些忠诚的奉献行为 并将会加厉他们 圣灵也是那一个 无所不在的上帝 圣灵在浩瀚无边 促使大卫感叹 离开你的灵 我该往哪里去呢 或从你里面逃往何处 我若趁早晨的翅膀 住在海的极处 甚至在那里 你的手要引领我 你的右手要拿着我 神的儿子启示说 他自己也是无所不在的神性 而基督应许他的教会 因为只要有两三个人 分他的名 分神的名聚集在一起 神 基督就在他们中间 所以当教会 努力做门徒 努力培训门徒 给他们施洗 来教导他们 并且在他们中间 维持和平的纪律 这些对应的背景 对他们来说 没有比知道 基督与他们同在 更为宝贵 第六点 三位一体的神的无所不在 可以使基督徒无所畏惧 如果我们是用被杀的 羔羊的血赎回的话 被圣灵内住 被天父收养的人 那么就让上帝 无所不在的真理 对上帝的敬畏 还有圣灵的安慰中 来培育我们 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害怕 我们常常让世俗的恐惧 来主宰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把心思 来放在对我们的家人 对这些 这个属性的思想当中 所以不管在哪里受到考验 我们都要听上帝的吩咐 也就是说 你不要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这记载在以赛亚书 41章十节 所以以上六点 就是今天的这个应用 之后 在马克琼斯的书里面 我也会提到另外 两到三点的应用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特别 在谈上帝的无限的时候 它会去看基督的价值 它会从基督论 跟这个神论的结合来谈 因为我们常常 在谈上帝的无限的时候 我们如果去思想到基督的话 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上帝的第二个位格 他成为了人 人是无限 人是有限的 但是神自己 他是无限的 这样神的儿子 取了人性的话 是不是就影响了 神的无限的价值 我们要怎样子去理解 这位无限的神性 跟有限的人性 在同一个位格里面 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为它不好回答 因为上帝的儿子 取了人性 为要履行救赎 这些堕落罪人的 中宝的工作 他的工作的功效 是取决于 他位格的价值 Thomas Goodwin 他就说 他位格的尊贵 使他的工作显得尊贵 他也说 正如神本性 一切的丰盛 都住在基督的里面 基督的尊贵位格 所能转移的全部 价值也同样 附加在他的所有行动上 那有一些基督徒 或者神学家 又主张说 我们不应该讲 三位一体的神 第二个位格死了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好像上帝的本体里面 就产生一种变化 他们不喜欢讲 神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们宁可说 耶稣基督这位神人的人性 死在十字架上 虽然这个人性 跟他的神性 其实是不可以分开的 不可以 就讲他应该是 不可分 密不可分的彼此联合的 神是不能够死的嘛 那我们能够了解 他们为什么 必谈上帝的事 但是这种观点 基本上是将 这个赎罪 局限在基督的人性里面 如果我们谈到神的三个位格的话 我们可以讲 圣子和圣灵是属于圣父 但是如果我们谈到神的本质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三个位格 其实他是自存的 神学家经常使用这样子的区别 来主张说 神只有一个本体 同时也坚称 这三个位格 他有一种关系上的秩序 圣父 生圣子 而不是圣子生圣父 圣灵出于圣子跟圣父 而不是说圣灵出于圣灵 他自己 因此从位格有别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能够说 死在实价上的不是圣父 而是圣子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也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承认基督 用自己的血来买赎教会的话 我们就等于在说明 等于在说 他用自己的死亡来买赎教会 我们应当拥有自由 将圣经的明确教导 通过讲道 通过祷告 通过诗歌来表达 福音的奥秘和荣耀 要求我们讲述那些 可能遭人误解的事情 比如讲 唯独音信诚意的教义等等 有一些人或许担心 这代表神性也曾经死亡 所以他不敢说 神的儿子死在实价上 但其实因为属性相通的缘故 我们可以说圣子曾经死亡 他说圣子的位格本身 的确具有神人恶性的各自的属性 但是神性并不具有人性的属性 反之一然 神人恶性的 这样子的属性 都归属于位格 所以我们可以讲 圣子的位格 他曾经死亡 我们不是讲 他的某一个本性 曾经死亡 耶稣基督 这位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 他是在十字架上 我们不应该只强调这位神人的人性的死亡 因为这样子会把他的位格一分为二 耶稣在现今的进化有助于我们明白这个观念 我们可以正确的说 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一位是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 我们不会因为耶稣的人性部分无 就是基督的人性无份于神性的本质 我们就说坐在父神右边的位格 只不过是耶稣的神性 而不是耶稣的人性 那不是这样子 因为属性相通的缘故 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 就好像多玛 当他看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 他是喊说 我的主 我的神 他没有特别限定说 当然我所所谓的神不是指你的神是人性 我讲的只不过是你的神性 虽然我现在惊讶的是看到你的肉身 说嘛 没有这样子 说嘛 他就看着耶稣称他是神 因此我们必须要避免暗示说赎罪是基督的人性所成就的事情 不是 我们很难去把这两个分开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把它分开 他的神性或者人性不是以抽象的方式来单独行动的 基督是以具体的位格来进行一切的中包工作 而这一位甚至成就这事或者成就那事 基督是这个位格为人赠罪是因为赎罪必须具有无限的价值 基督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神性 因为一个人他是不能够为无数的人而死的 这个之所以行得通呢 是因为上帝他接受他儿子的牺牲的献祭 我们得罪是谁 我们得罪是一个无限荣耀的神 所以 无罪的圣空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无限者来进行 如果我们怀疑神的无限 那这将会导致无法承担的后果 我们的救恩是基于一个事实 就是这一位无限的神成为了人 他的目的是要带这些罪人而死 我们这些罪人得罪了一位无限黑暗 无限圣洁的神 如果神要赦免我们 他的公义就必须得到满足 只有无限荣耀的圣子付上了代价 才能够满足这样子的公义 因此呢 我们在福音里面 我们不仅靠基督 他牺牲所具有的无限价值而得救 同时我们也借着他的寿死更加的认识神 这个无限超越了我们先前没有基督的 这样子的超自然的启示 单单靠自己所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逃避这些了 同样他也是会讲到关于应用 上帝的无限这项教义呢 他是让我们充满了喜乐 为什么呢 因为他表明耶稣基督的牺牲具有无限的价值 我们可以因此而确信 我们自己的罪真的已经得到赦免了 此外呢 我们是有限的受造物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参透这位无限的神 这个教义非但不成问题 反而是值得喜乐的 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将会领受这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我们是有俗土的形状 但是将来我们有俗天的形状 我们在这样子的高深的状态下呢 我们将会靠着圣灵观照我们的心 观照我们的头脑 让我们可以用尽完美的运用我们的心思来认识神 来认识基督 我们会在永恒里面不停的认识神 因为他是无限的神 然而即使在永恒里面 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能够完全理解神 这件不可能的事情仍然是我们的喜乐 因为还有数不尽关于神的事情等着我们去认识 我们所谓的认识神 不仅仅是更加明白他的属性 也是更加明白 他已经为我们成就 以及要继续为我们成就的一些事情 包括我们会认识 他在新创造里面所彰显出来的属性 那比如说我们会成为最顶尖的真正的科学家 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受造物 我们侍奉一位无限的神 而我们在今生对他的颂赞 对他的赞美 永远不给予他应得的 然而他却怨纳我们对他的颂赞 尽管我们对他的赞美 对他的颂赞 常常有很多的缺陷 这位无限的神呢 他自己屈尊 为要将我们提升到我们不配得的地位 我们跟这个无限的圣职联合 这个使我们得着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最崇高的地位 永远高过亚当原本在伊甸人里面的地位 我们是属于这位无限的神的 他会使我们永远得着满足 因为唯有他能够将永恒的福分浇灌在他的受造物身上 最后这个是一个叫做米德人 他说讲的 他说 唯有无限的义 才能够补偿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冒犯的是一位无限的神 如果你的罪要得到赦免 只有无限的怜悯才能够赦免 如果你要跟神和好 也只有无限的功劳才能够成就 如果你的心要被改变 要被更新 也只有无限的大能才能够办到 如果你的灵魂要逃离地狱并且得救 也只有无限的恩典才能够施行拯救 非常的美好 最后一个应用是关于上帝的无所不在的应用 这也是从马克琼斯的书里面出来的 大多数基督徒都会承认神的无所不在 但是我们的举动常常会违背这样子的信念 为什么呢 因为罪的缘故 亚当第一次犯罪的时候 他以为他自己可以从神的面前藏起来 我们也是这样子 我们也是试着在上帝的面前躲藏 但是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根前都是赤路敞开的 此外呢 我们有时候也在日常生活当中忘记了基督是跟我们同在 忽略他是总不撇下我们也总不丢弃我们的 基督徒有时候表现的好像一个无神论者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他是行为的无神论者 他头脑里面承认神的存在但是他内心却否认他 更糟糕的就是基督徒他不敢在别人面前犯某些罪 但是他却敢在上帝的面前这样子做 就好像在现在这种网络色情泛滥的时代 很多人他都犯这样子的罪 他不会在公开场合犯这样的罪的 他是在实底下处处的时候 你想象一下 上帝的同在对我们的影响竟然还不如人的同在 有关上帝属性的研究绝对不是给在向阳塔里面的人 庄严的这样子的一个高深的神学 这个神学应该是让我们内心能够真正谦卑下来 虽然恶人都想要逃离神的存在 但是上帝的无所不在 不必使基督徒感到惊讶感到害怕 而是要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 就好像John Murray他所说的 敬畏神是敬虔的基础 也可以说敬虔就在于敬畏神 敬畏神不只是害怕神的审判 而是更加全面且决定我们的行事为人 基督徒对神的敬畏会使我们不断留意 他的性情认得记住他是那位无所不在的神 他看见我们他注意我们 以及最重要的是他住在我们里面 为要使我们成色 当基督徒去思想神的无所不在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呢 我们所信的就不只是神的普遍存在 更是他按照圣约而特别跟他的子民同在 尤其是透过基督的位格展现出来 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牢牢记住神与我们同在 而且他要帮助我们 我们也必须要记住 因为基督与我们同在 所以如果我们陷入试探我们犯罪 我们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连累他 基督在十字架上付出了极重的代价 以至于他过后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能够当我们去默想这些真理的时候 就会激励我们去远离这些犯罪 总而言之我们不仅仅是主张神无所不在的事实 同时也持守一个教导 就是上帝他亲密的与一切在基督里面的子民同在 这个使我们得到了非常大的满足 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是我们的喜乐 也是我们的安慰 我们也借此呢 我们就能够依靠基督的大能而活着 而他正是以大能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就到这里为止 你从马克琼斯这本书里面 你会看到他会比较多把这课题 把这个神的属性跟基督论联合在一起 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看到到底这个跟基督有什么关系 到底基督在里面彰显了什么东西 因为基督本身就是那一位神 而这个东西是怎样子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读这两本书的时候 给我最大的版主 就是应用应用应用 神的无所不在 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这个教义 它不是冷冰冰的 它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而且是给我们极大的安慰 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喜乐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 所以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下一期呢 我们仍然要谈到上帝的无限性 我们会从时间的角度来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